台北市辦書桌布的國際紀錬競賽 有八國都派出選手 我們臺灣是表現到很出道 都總拿到五台金牌 金牌得主是中華民國臺灣陳思源 經驗豐富在2023年 阿州紀錬競賽 領董公表這位 拿到冠軍 這是丹蘇館 他在台北市第一次辦理的國際紀錬競賽 也拿到金牌 他說其實第一次沒有準備到 時刻十斤的訓練來拿出筆錄 看到題目的時候先花一些時間 先想這個東西要怎麼做 然後想好之後再去施作 但書館在比賽之前 自己平過有七百歲的機會 可以拿到金牌 最大的變數是金牌的韓國選手 這次實驗是自己拿到 到過有還要在法國利用的 國際紀錬競賽程度 所以自己要更愛練習 像是銅管的焊接 然後銅管的水平垂直 最重要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看到 國際裁判 他們如何去看到每一個評分點 在未來日後的一個訓練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參考 阿拉伯聯合台公國的選手 馬拉爾在電視這類體的優勝 九月也要去比國際紀錬競賽 我們來這裡只要獲得經驗 然後獲得知識 然後幫助我們增加 進行競賽賽中表接人 台書台科技行為移動的競民基層 再來有邀請這麼多選手有很多活力的機會 台書台港國學的大學部每年專行做的一個 會記輯輸出公費專班 只要記連國手有議官 不用客氣 就可以用兩塊名字入圖 去這裡總學報道